基隆外木山海信泳池 已经封闭施工 现场围起了施工围离 不过还是有人 不理会告示牌警告 直接翻墙进入细水 上个礼拜这边还有围离 上面这边还有固定的 旧的拆除的围离还没拆除 他们就爬围离过去 然后直接从那个 然后一家 然后带小小孩 真的是蛮危险的 就是从这个地方下去 大大的警告标语 贴在破旧的木头横板上 但还是游泳客偷偷跑下水 困扰啊 我也没有强制力 他硬是要进去 我也挡不了 为了维护民众游泳品质 修缮当然是刻不容缓 但游客如此偷偷的 相当危险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议员郑文庭 司委正和市政府产发处 到场会刊 言商改善方案 曾经看过的家长 带着小朋友 在这里爬销拨块下水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 就是说今年夏天非常的热 所以有家长带着小朋友 希望可以来这个水域 又相对天然也安全 他比较没有一个稳定的水流 那能够让小朋友在这里细水 但是问题是 当这些人他们游完泳 细水完以后 其实体力上是已经不足的情况 要再爬上来 在那个阶段会遇到危险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这一点 所以为了让施工单位 他们能够好好的把它施工完毕 我也特别要求市政府 是不是能够来加强这里 防止民众误闯 进入工区 然后下水的动作 在底下建筑物那边 墙上它可以贴公告 还有就是相关法规的一些规范 让民众清楚知道 你如果违反这个渝钢法的话 那个处罚是非常重的 就像你一般你闯红灯 在平面大路闯红灯 可能几千块可以解决 可是你闯越平交道 你是至少六万块起跳 那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民众才知道说 这个是真的不可以去违反的 我还是要要求市政府 在这个相关的标识跟告示上面 像我从厅厅上走到这边 其实说真的 我连我都没有注意到标识 所以更不要说游客 当然我们现在在施工市 它有起必要性 那我想在这个相关中间 游客汽水跟安全的问题 必须取得一个平衡 所以除了公告清除以外 也必须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 民众冒着危险进入公区玩水 胜浮产发处将加强执法的印度 民众进来的话 易于港法的话会罚三万起跳 所以希望说民众不要 就是擅自进入这边 然后因为罚则蛮重的 于港法的话 因为最低就是三万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请民众就是注意 针对有民众建议 可以开放部分区域让民众玩水 但市政府认为安全上还是有疑虑 目前在公区的部分的话 我们不会拉便道 或是水泄让他们下去 因为在现在在打厨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碎屑的部分 它打的时候它会喷来喷去 如果让游客在下面游泳的话 它不小心可能会被这些 这些营件的这些水泥块之类的去打到 其实是会受伤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整个区域要封起来 然后也希望说民众不要进来 也是基于这个工程安全的考量 那也保护民众说不要进来的话 其实相对的这个安全性 其实都是危险的啦 市政府强调细水安全第一 希望提供不同的地方 让游客细水 更希望海星泳池能够早日修缮完毕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谢谢大家